歡迎收看Wins for Lif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訓練已經進入了15週的最後一週訓練 那這禮拜過完 即將要登場的就是Wins for Life War Round這場比賽 不知道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來講我已經準備好在賽道上 跟你們一起跑給車追啦 那這禮拜的課表呢 全部都是以個人狀態來調整 所以如果你的狀態是適合 完全比賽前要休息的人 你就可以完全放鬆 不一定要跟著課表做 但如果你不知道你身體狀況是怎麼調整的人 也可以跟著我的課表走 因為課表已經逐漸減量 是非常輕鬆地來面對比賽這禮拜的訓練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禮拜的訓練吧 禮拜一一樣維持核心訓練 禮拜二是我們這禮拜的馬拉松輕鬆跑 要跑20分鐘2.5圈的強度 跑完之後要跑200公尺3趟的加速跑 每趟的強度一樣是維持6.0不變 所以這禮拜二的課表相較於前幾週已經調降了非常多 目標都是希望你身體可以保持輕快的狀態 來面對這禮拜的比賽 禮拜三就是這禮拜的休息日啦 禮拜四的訓練是跑慢跑30分鐘1.5圈的強度 跑完之後要跑100公尺3趟的距離 強度區間是6.0 如果你到現在你的身體疲勞感覺還是很明顯的話 我可以建議你 今天的訓練你就可以Pass跳過 不要訓練 讓身體完全恢復好的狀態來面對週日的比賽 因為如果這時候你身體還很疲勞的話 對你的比賽當下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建議你看身體狀況來調整 到底要不要這次的訓練 OK 接下來禮拜五的訓練呢 是跑馬拉松配速跑10分鐘2.5圈的強度 那為什麼只有10分鐘呢 這次的訓練目標 除了調降強度 讓你身體恢復到好的狀態之外 也是要讓你適應你在比賽剛開始 要如何用你穩定的配速來完成接下來的比賽 所以在這10分鐘當中 希望你可以做到的是 你跑出去的配速 需要可以把這場比賽 完全用這樣的配速來完成距離 透過這樣的訓練 目的是希望你可以在好的配速之下 才不會太早衝刺導致後面有失速的情況出現 所以10分鐘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跑 輕鬆的10分鐘 想辦法抓一下你比賽當中 到底該如何配速這件事情 禮拜六也就是這禮拜的休息日啦 相信大家在禮拜六的時間 應該就是開著車 準備到台中 參加這禮拜的WINS for Life World Round吧 那禮拜天 也是我們這禮拜的比賽啦 那希望在比賽當天呢 你可以好好的調整你的心情 記得身體 心理 都要完全的休息 恢復 讓他來面對這項樣的比賽 那在比賽前呢 要做好充足的熱身 詳情的情況也可以看資訊卡 會教你們如何在比賽前 有好的熱身來面對接下來的比賽哦 那記得在比賽當天 也不要大吃大喝 做最正常的飲食 不要跟平常生活有任何不一樣 不要覺得 啊晚上要比賽 我要多吃一點 晚上才不會跑到肚子餓 我跟你講你現在多吃 有可能就會導致你比賽當中 跑到肚子痛 跑到開始胃下垂 導致你比賽狀況不好的情況出現 所以建議你 比賽當天 越接近你平常的生活越好 這樣的比賽內容 才可以是最發揮你平常訓練的狀態哦 OK 那我們就這禮拜天 在WINS5 World Run賽道上見吧 台中賽場見 大家加油 掰掰